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之少爷那什么 第一集一点都不安 满京城百姓都知道,这紫禁城外天子脚下 有两家人最是不好惹 一是圣阳门内的阎家 这阎松官拜一品,人称阁老,门生故立遍布天下 偏偏西下空虚,四十好几了才得了一位公子 被宠得无法无天 阎氏番号称京城第一顽固 不知道,弃走了家里几任夫子 几乎无人管得住这位二世祖 打从十岁上,就招猫逗狗吃喝玩乐 没有严大少爷玩不转的 也就是老爹严格老还有几分威严在 他干不出杀人放火的事情来 另一个则是城东陆府 陆家老爷陆婷乃是当朝锦衣卫指挥使 据说锦衣卫暗叹遍布天下 只要他们想听,便是你隔壁老王家和媳妇说了什么梦话 也逃不过他们的耳朵 再据说这北镇府私侠下的赵羽 只有进去的没有出来的 莫说平民百姓便是朝中一二品的官员 听到锦衣卫三个字也有抖一抖 陆家公子在京城也小有名气 倒不是说语言家大少一样是个顽固 他为人所知主要是因为 他倒霉 据说他从小长到现如今十二岁 几乎每年都要受一次大伤 三次小伤五六七八次轻微伤 伤筋动骨乃是家常便饭 风寒发热更是小菜一碟 被受了精的马匹登到过肋骨 从突然破裂的冰面上吊进过湖水里 就连好好的在大街上走 都能从天而降一块招牌砸众陆少爷的脑袋 偏偏陆家就他这一个儿子 陆指挥时还指望着他成绩家业继任锦衣卫 陆夫人最后苦无他法 求到了赫赫有名的丹青阁 老阁主云游四方并不在内 一位自称是阁主高徒的道士 给陆少爷算了一挂 说他命途多传 有早王之相 须得有一甲陈年甲陈月甲陈日甲陈时出生之女童 为他在身边冲洗党灾 方可化解 陆夫人本着 宁可信其有事事也无妨的心情 命管家层中在京城寻找符合小道士要求的人选 但又特地言明 既然是位少爷党灾 也不可欺瞒 必须得如实相告征得同意 不可以施压人 可甲陈年生人年方七岁 还要生辰八字皆需符合 稍微过得下去的人家 也不能动其把女儿送进锦衣卫指挥室 府里冲洗的念头 曾管家只能把目光放到了善堂和人牙子那里 希望能找出符合条件的小丫头 锦衣卫陆家的名号摆在那 借给其他人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随便拉个孩子来冒充时趁符合 足足找了两个月 也没能找到夫人想要的人 直到有一天午后 大禹出情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自己找到了陆府门前 敲了大门之后怯生生地问人 请问贵府是在找贾陈年贾陈月贾陈日贾陈时出生之人吗 我就是 陆夫人纯玉是出身江南望族 家中虽是从商 但家底雄厚 他为人温柔千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身子柔弱 故而嫁给陆指挥时之后多年也就只生下一个儿子 便再也未有所出 他看着堂下站着的小姑娘 身上穿着并不合适的短衫 小腿和手腕都露了一截 但打理得很干净 圆乎乎的小脸上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双大眼睛 咕噜噜转着透出好奇又灵动的身材 陆夫人一眼就对这小丫头有好感 命贴身丫鬟上了一叠搞点来 放柔了声音问道 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 回夫人的话 我叫袁金夏 我住在寺院里和安胡同 我们家隔壁就是善堂 爹爹是善堂的杂工 我上回去善堂给爹爹送饭 听到管事伯伯在向善堂 打听贾陈年贾陈月贾陈日贾陈时生人 娘亲生了重病 需要看病吃药 家里还有弟弟妹妹 只要夫人愿意花钱买了我 我愿意给少爷冲喜挡灾 小姑娘虽是问一句答十句的话多 却是声音清脆条理分明 陆夫人多了一分喜欢 你可指什么是冲喜 我请教了桥头给人写字的先生 他和我说过 冲喜就是卖给有钱人家当丫头 等年岁合适了就给当媳妇 曾管家也在旁边听了不由地露了些笑 这小丫头骗子倒真是有趣 这可是大事 你爹娘愿意吗 小姑娘一仰头 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 样样都要钱 我爹不愿意也得愿意 陈夫人命人 去小姑娘说的地方找来了原家爹爹 憨厚纯良的中年男人看到高门大户的陈夫 陈夫险些下软了腿 一听说是女儿自个找来的更是直接跪下了 说是从未动过卖女儿的心思 让夫人不要责怪小孩子不懂事 可叫小丫头问他家里可还有米下锅 可还有钱给娘亲买要地妹 是不是饿着等死的三连问给问哑了口 最后原家爹爹领着陈夫人给的五十两银子离开了陈府 七岁的原金下留在了陈家 陈一是从五场回来之后听说 他多了个丫鬟 哦 也可以说是未过门的媳妇 赞成是不可能赞成的 传出去他堂堂陆家公子身边跟个冲喜的小丫头 他还怎么出门 但反对也是不可能反对的 连他爹都拗不过娘亲 他能有什么法子 陈福看着公子阴沉沉的脸 少爷 您没事吧 那小丫头人呢 听我爹说 安置在您院子的偏房里头了 陈福据实回答 夫人吩咐了 以后您去哪都要让他跟着 十二岁的陆少爷顿不回头 去哪都跟着 陈福一脸诚挚 嗯 亲口说的 陆少爷把手往后一杯 迈开了步子 我娘到底是被灌了什么迷魂汤 她不就是受伤生病遇到意外的几率 比别人大了点吗 至于买个小丫头回来捆她身边吗 远金夏被陆夫人身边的大丫鬟 扶柳交给管事的李沈 仔细梳洗了 又换上了干净的新衣裳 夫人性子最适合善 你既是入了府 就得好好地尽心尽责 莫要让夫人失望 金夏朗声硬了 嗯 我知道 五十两呢 人鸭子买个丫头撑破了天最多十两 还得卖死气 可是夫人说她不是陆家买的丫头 不能牵下人的气 说那五十两是聘礼 让爹爹送她的生辰八字来 爹爹主动给夫人签了字句 他自如陆府 无论生死无论媒朔 再与生生父母无关 在府里少说话 多听话 夫人让你做的事 你且好好记在心里 却也不可惹少爷生气 明白了吗 少爷 很凶吗 李沈领着他去了南院 安置了屋子 并嘱咐道 没有少爷的允许 他的卧房和书房你 万万不可进入 可是夫人不是说 少爷去哪儿 我 不对 奴婢都得跟着 少爷在府里还是挺安全的 李沈说完 也想起少爷小时候 掉进府里渔池 以及在祠堂被烟火熏着 等等的事情来 多少有些心虚 金夏送走了李沈 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 待得也有些无聊 他在家里有干不完的活 乍一松懈下来有些不习惯 陆一一回院子 就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 他在院中站了一会儿 在桃树下插着腰皱眉 谁在上面 谁那么大胆子 赶在他院子里爬树 还弄了一地的花瓣 啊 救命呀 一个桃粉山群的小姑娘 几乎和桃树融为了一体 摇摇晃晃地从树上掉下来 陆少爷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却刚好碰上 身后的层服欲上前挡着 反而推得陆一往前一个踉跄 刚刚好接住了掉下来的小丫头 就听见他的左胳膊咔嚓一声 陆一和小丫头大眼瞪小眼了三个瞬息 你没问层服 你确定 他能给我挡栽 惊吓吓得 直接从他身上蹦下来 沾了土的小爪子在少爷身上 拍了拍他被自己蹭上的灰 奴婢圆惊吓 问少爷安 陆一此时觉得左胳膊钻心地疼 哼 我一点都不安